新北市民進黨在新北市中參選人的 人選議員會不會確定 最多的關鍵就是前九龍部長林家龍 最近他動作有夠多 辛苦的Podcast的節目頭一集 就找特別來賓 胡龍翁 台北市的市議員 翁世堅 讓他申請很多連勝 是說這個民進黨議員 不放棄寬進林家龍 專建新北市 這由由於參選新北市的 這個民進黨立委落地政 感覺說時間是有夠別的 人心疏忽說 有這個連力和時間去打算 當然所以希望他去新北 就讓林家龍擔任大利用 每次提到參選新北 那麼都有這個提條件 這是很嚴厲的指控 那我從政以來 從來沒有任何的交換條件 林家龍的選什麼 可能在民進黨的新北部局 這由於參選新北市 中的民進黨立委 落地政 感覺很難 這個教練團整體的考量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每一個選手能做的 就是在這個牛棚裡面 隨時熱身做好準備 民進黨新北溫陽 對手是現場優勢大好優勢 民進黨什麼人選 跟大家沒公佈 強行影響到參選前的議官 因為所謂誰是備案不備案的問題 所以時間非常的緊迫 我們也必須要認真思考 這樣的時間 是否有這樣的能力可以扛起 那參選前還在大 民進黨中央還在也很大 上位五個月 主管和這次都要全部交往 不是這麼簡單的事 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